有警示 有故事 这里是北方警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杨志 节目的开始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短片 今年3月16日早上6点多 吉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井冈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的民警 接到报案 在军山大道高新路段 有一个老人躺在路上 地上有大滩的血迹 一个老年男子躺在马路中间 然后脸部 头部 还有旁边就是血迹 然后脸部有明显的那个错裂症 经医护人员确认 这位老人已经死亡多时 老人的头部和脸上 有明显的伤痕 民警一时还无法确定 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你看 看就是头上一个头是吧 不是倒肯的吗 是不是血迹 你也考虑什么时候装着 我说装着脸上这么大的口是吧 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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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让人揪心的是 他的头部和脸上 都有明显的伤痕 那么这位老人是谁 他生前经历了什么呢 在现场除了老人头部 倒地位置上的一大块血迹之外 警方还发现了 距离他尸体几米远的两处血迹 老人嘴角旁边有一坛血迹 在往事故现场的那个 往西大概一两米地方 有一块大块血迹 水汁里面也有一块血迹 然后还有就是在那个 路边的鸡飞隔离发坛 发现那个低渐状的血迹 三块血迹